你要有一个节目的话 你会想要跟谁说 不可以是阿周 你是恋爱脑吗 你觉得自己恋爱脑 理想型最重要的就是 我也喜欢XXXXXX 这是怎样哦 今天我们有Mr.Kool PerriK lain 哈喽大家好我是PerriK 除了讲说的是 Kul NowamZ之外也是我们Kul NowamZ好朋友 推出新歌之后 我们等下要聊一聊天啦 讲到Mr.Kool这首首首都 minor 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发歌曲的感受如何 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其实还是蛮大的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我和家人的时候就代表说 我们拍摄是三个五个人一起拍 可以拿来说是除三除五负责的这个部分 但是当我是发单曲的时候呢 是一个人是需要去打完全部东西的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啦 but就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家人参与的部分有哪一些 家人参与的部分呢 就有Style List的这个部分是我的二姐 Miscuan啦 so 全部的服装呢都是拿去搭配 然后他去帮我准备 大姐和二姐呢也是有客串在我的这个MV的其中一个部分 but那天在新歌发部会的时候 我看到你很surprise 因为他们有在你后面跳舞 yeah 他们是他们是本来是部会的 原本就是不懂会有这个东西 你从2022年的5月就开始筹备了嘛 是不是 你一开始啊 想说要做这首歌的时候 你整个画面是不是就现在呈现了这样子 整个过程当中面对什么挑战啊这样子 哇 挑战 挑战很多 最挑战的就是在跳舞的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我之前也不是一个很会跳舞的人 so 为了这一次的MV呢 我就提早了两个月就每个星期应该有练两天 就是yeah just to 学这个basic 这个跳舞 然后就拍了这个MV 因为毕竟在这个MV里面呢 有一个部分是那个dance break 是我很想要有这个部分 但是实力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的 变舞是danny嘛 so like before 你在5月讲说要做这首歌的时候 你就找他了还是after 这首歌成型了你才跟他讲 很早就有跟他出来 到时候就找你片子一下 傑夫了嘛 我很好奇你刚开始提出讲说 我要出这首歌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 他们就很快的就说 just do it just do it just on 只是在整个筹备的过程下等到我 觉得真的是很ready了 过后我才会去呈现出来这个 这样除了这个之外讲说 Perry 这本身啦 你看又有做生意啦 又是KOL啦 又是DJ打蝶啦 又是歌手啦 又是Google MC啦是不是 这样多东西 pack在一起啦 其实你是怎样兼顾你的时间 去给他balance 这样子啦 时间的方面 我还是可以就是安排到 因为最重要的话 就是我在每一个板块 我都有设定自己 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 因为我是一个会计划 会有planning的一个人啦 当我有了这个目标 就会come up with 那个plan 然后再塞进去我的schedule 目前还是可以 但是还是要有团队的帮忙 一定啦一定啦 一定是这样多东西 这样多个project一起做 对不对 就是你做了DJ十年嘛 你有没有给自己set一个target 讲说我要做到什么 或者讲说有没有一个标准 我多久要打蝶 就我不可以给自己摆烂 不作用 我觉得多久要有show 还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还好 我的目标想要达到 就是可以上到国际的这个音乐节 更大的目标就是可以成为世界百大 嗚 世界百大DJ 这个是最终目标 未来世界百大DJ要跟别人 希望有这个机会 可是现在有很多出国去打蝶的机会嘛 对对对 然后就相信很快了啦 有没有最想合作的DJ 可能 最终目标的DJ是Martin Garrix OK 还没有和他见过没有笑 看他 再要看这个video 除了这个之外讲说啦 就是你会不会因为现在schedule很pack 一大堆这样子 然后之前刚好你有来到 我们构选MVCP秀的单元嘛 分享你现在经历 这样 哇 OK 他是一个神情啦 你什么星座啊 射手 不 OK 你是射手 哈哈哈 射手是我的神情啊 你知道吗 现在他远距离的时候哦 他还就是写365封信 放在这罐子里面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voucher啦 coupon啦 然后给 哇还记得耶 你会不会因为讲说现在schedule 这样pack啦 没有想要练爱啊 对我来讲我觉得还好 因为对我来说工作和爱情呢 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OK 如果这个爱情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工作 或者是可以支持你 反而把你的工作变得更好 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 那如果这个爱情会耽误到你的工作 会让你觉得很难去平衡的话 也代表说这个爱情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理想啦 好像爱情里面呢 我们都有commitment嘛 对对 你还是要抽时间给你的 另一半这样子 是是是 but你怎样define 讲说他耽误或者讲说 就是他会影响到工作 commitment是肯定会有 因为我是一个复苏型 哈哈哈哈 是恋爱脑吗 就是 嗯 你觉得是 是恋爱脑吧 OK 除了这个之外啦 讲到说 啊 就是你的理想型跟大家分享 也是啊 理想型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支持我的工作啊 就是可以体谅我的工作 然后是行动上的supportive 不是那种 诶我支持你啊 什么 讲报也没有用嘛 是是是是 呀 就因为可以感受得到了吧 然后第二个是 我会喜欢有爱情 有爱情是怎样哦 对啊 爱护小动物那种啊 还是 啊 那个也是 是也算也算 也算 就是很有爱的一个人 讲讲 诶 还要爱你还是爱小动物那你 其实爱完全世界 全世界 哈哈哈 除了何博 然后他也是可以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啊 爱家人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爱动物啊 对啊 其实我知道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女生做某些行为 或者讲说她们在做些东西的时候会吸引到你 比如好像我啦 我觉得说女生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她 等一下我真的 OKOK 什么啊 什么啊 比如说讲今天一个女生 她在她自己的专业 很专心在工作 我觉得这个 手机跳舞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圈 让大家每一个的圈子里面都可以很自在 我虽然是extra work 但是我在感情里面的时候会是灵敏的 嗯 OKOK 就是有的时候适当的时候 会啦会是适当的换一下角色 OK明白明白 那既然讲说在歌手这条路开了头嘛 对不对 就自己开始出歌了 之后 你在新歌发布会的时候也是有讲 就是有过去有很多新搞作 是 就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大概会有什么 嗯 就是说在我的事业方面也是有新的突破啊 然后在DJ方面也是会有突破 那当然在歌曲方面呢 也是会继续的提升自己 然后再做更多更好的做 这一年里面也是会有 不过大家先听着Mr.Koo 先loop起来 听起来先过去有新搞作 大家可以继续support 像这个呢是有私心的这一题 就是都跟MC们掉了 现在在周末有节目嘛 OK 就是懂事懂事懂事 可是如果除了懂事懂事之外 你要有一个节目的话 你会想要跟谁合作 不可以是阿啾 因为你们很喜欢阿啾 阿啾是你的挡箭牌 哇塞 OK 我发当然是我的 耶 Barbie 哇今天他唱得很棒 Barbie boy 因为我们是 零零后专场嘛 对不对 对不对是Brockley跟Kaley 他们不相伤 呃 不不不不 没有 哈哈哈哈 最后一个大家应该都很想知道 每年都有新的歌 最后应该会重备 Bar 啊嘿 进行进行发 耶 那个Bar 大家可以去get一下怎么意思嘛 是是是是 然后我未听 大家去loop一下 我未听去loop一下 就哭了 因为他接下来就是12月之前有新搞作嘛 过十月过什么新年了 所以接下来所有作品都会源源不断的来的 啊呀 所以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跟你在下面就是like share和comment 就是如果想说 Perry可以他 就是他打歌嘛 对不对 有时候需要很多灵感的 你想要听什么歌 可以让他去remix啊 去做一下歌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comment 看他讲说一些suggestion 这样子的啊 也记得share这个好朋友系列 注意给你的朋友知道 OK 我们要look起来Mr.Kool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